君哪怕开心来的梦,只会看起我才的曾经。 克制自己,当美国南北战争名叫李将军快走完他那,悲壮,尽忠的一生时,受邀参加一位好友的孩子施洗。 孩子的母亲请李将军说几句话,为孩子做个男子汉的人生指标。 李将军的回答,综合了他一生奋斗,牺牲,奠定他在美国人传奇中伟大地位的信条教教训他,他简单地的,克制自己。 好几年来,我都静静地观察一些犯罪的罪行,最大的因素,即在于他们无法克制自己,克制他们的欲望,愤怒,怨恨,以及对别人过分的期待。 我们的社会愈来愈现实,愈自私。 我们并不对自己的孩子,或者别人的孩子,特别强调克制自己的功夫,相反的,我们只注意自己的需要,并教导孩子只注重他们的要求。 这世界似乎欠了我们所有好东西,如果倒不了手,便觉得是受到虐待,自我纪律使人厌烦,结果使我们生在一个埋怨的世界。 我们抱怨社会对我们的不够关怀,缺少种种福利政策,我们抱怨同事们不够爱心,以致无法与我们合作相处。 我们抱怨,周遭一些环境之恶劣,不顺利,使我们无法平安过日子。 为什么?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克制自己,我们无法真正投入社会,关心社会,改进社会,我们只是一位必要求而不付出。 学习,如何与人相处,体认这世界或周遭对我们的要求,或许会比我们有资格要求这世界的重要得多。 当我们学会自省地克制自己,首先要求我们自己,多多去体谅别人,那么,我们会发觉这世界是美好的世界,我们周遭的人都是可爱可亲近的人。